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分区半决赛继续进行,在首轮系列赛中,东西部前四军顺利过关,没有出现黑马以下课程的情形,而进入到半决赛阶段,情况有所不同,两组对决战成一到一平,两组对决目前2比0领先,接下来看看各支球队的情况。 76人0比2落后热祸,G1一战,76人92比106输给对手,打到第四节,一度落后对手20分,G2一战,76人103比119万败对手,又是落后快20分,哈登这两场比赛的下半场,都只拿到4分,76人打到第四节就没有人能站出来得分。 马克西在今天进行的G2一战,空下34分表现不俗,但76人三大短板没有解决,首先是射手不准的问题,今天3分球30中8,7次篮板球G2又输了10个,哈登虽然在上半场拿到16分5助攻,但是到下半场,确实没有能量帮助球队翻盘。 数据显示,76人对史系列赛0比2落后时,全外,看起来他们凶多其少,赛后,从76人全队的发言来看,压力比较大,劳里福斯赛后直言,就我们得到的机会而言,30中8的三分球命中力确实很难,也无法让人接受。 我喜欢今天球队的投篮选择,我会继续鼓励他们这么干,只不过没能命中,今天格林三分球9中1,马克西4中1,米扬3中1,哈登5中1,大空为机会出来,就是投不进,这确实没办法解释。 当记者问到恩比德的情况时,劳里福斯回应,视频的时候,他看起来还不错,但是他还有很多步骤要走,我们必须等等看。 此外,劳里福斯表示,现在还没有消息更新,不过有76人记者透露,登比德或许希望自己在G3代上出战,当然,前提是他一定要通过脑震荡测试才行。 数据显示,本赛季季后赛中,哈登下半场场均只有7.1分4.4助攻入账,三分球命中力为32%,而上半场哈登场均11.6分5助攻,相比于上半场来说,下半场哈登状态明显下滑, 而哈登代表76人出战的29场比赛中,单场出手术从未达到过20次,最高一次仅为打魔术时的19次。 而在和热祸这轮系列赛中,哈登连续两个下半场只拿到4分,但哈登赛后充满自信,我们有很多机会,我觉得我们打得很强硬,我们是一个自信的团队,我们会回到主场,做我们该做的。 然后回到这里打G5,看到对手对他的防守,哈登认为,瑞防对我们持球人安排双人包夹,而且做得很好,他们在球场各处都阻止我,但系列赛会在客场赢球时才真正开始。 实际上哈登现在的这种乱吞吞的打法,确实没办法破解热火的防守策略,只有拿球快速突破才能奏效,否则就容易落到阵地占防守陷阱,被包夹,限制出球,上对抗。 哈登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,要么就是自己造杀伤,要么就是帮助队友打开手感,事实证明第二条路根本走不通,而第一条路,哈登缺乏速度,今天第四阶连续三回合被奥拉迪波限制,甚至投出三部战,真的让人有些唏嘘,这还是哈登吗? 难道现在76人离开恩比德,连英球都成为收啊?哈利斯在赛后一游所指,我爱恩比德,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恩比德付出, 我不会在生命中每时每刻都想着他。哈利斯意思很明确了,恩比德受伤的情况下,总要有人站出来,总不能指望恩比德带上付出,可是现在谁能站出来? 然后太阳2比0独行侠,G1一战,太阳前三节温水主青蛙,一度拉开21分领先优势。 但是第四节中段开始,龙协七带队凶猛反扑,保罗连续回应,最终依靠布里奇斯和布克罚球锁定胜局,而G2一战,太阳虽然是主场,但是很多判罚都偏向于独行侠,爱顿,布克,麦记都遭遇犯规麻烦,胜方紧要比分,打到第四节,保罗突然爆发,控三分,助攻约翰逊轰三分,随后内突外投胆无需发,半截时间拿到14分,带队将分差拉开到17分后, 布克回来下起三分雨,比赛被打花,东谢奇上半场轰下24分,下半场无力扭转局面,而保罗全场拿到28分6篮板8助攻,保罗证明自己想得分就能得分,但是他更关心如何带动队友,必须要胜赞保罗,太厉害了,保罗在前三节防守让布克强攻,给克劳德,布里奇斯不断创造机会,即便今天裁判处罚尺度有些偏向于独行侠,太阳几个核心身手犯规困,但是保罗在场, 一直在控制节奏,什么时候应该慢下来,什么时候带队打快节奏,包括指挥队友跑位和输送炮弹,找不出保罗任何缺陷,而当太阳拉开分岔后,保罗提前打卡下班,而独行侠直接放弃抵抗,派上第三阵容,这场比赛,清晰展现了保罗的价值和能力,首先,他有拿到30分的水平,但是他以带动队友为主,这和哈登形成鲜明对比,哈登现在是为了传球而传球,真正需要他的时候, 他站不出来,而保罗在球队处于危机时刻的时候,总能自己站出来得分,因为前三节他一直在积蓄能量,当第四节对手已经没有太多力气的时候,保罗就能站出来控制比赛,这组系列赛,东谢奇应该从保罗这里学到了很多, 然后熊路和凯尔特人战成一道一平,G1一战,凯尔特人过于重视字母哥,导致字母哥通过12次主攻带动球队多点开花,而杰伦布朗表现不理想,司马他还受伤,G2一战,凯尔特人采取单人盯防字母哥,限制他冲击篮下,限制他身边队友接球,这么做效果很好,各位承担起重任,加上上半场杰伦布朗轰下25分,下半场塔图姆轰下19分, 双塔花和各位联手击溃熊路,不过这组系列赛主动圈依旧在熊路这里,毕竟他们从凯尔特人主场抢走了主场优势,而勇士和辉胸的比赛最惨烈,G1一战,莫兰特最后时刻上篮不中,勇士一分险胜,G2一战,布鲁克斯抱头佩顿被驱逐,克里叶被肘击到眼睛中起来,库里流血,勇士几次追上比分,最后时刻,莫兰特连坎15分带领辉胸锁定胜局,而在第四节最后6分中, 库里连续失误,克莱三分打铁加走不为力,勇士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,当然,这场比赛为禁思发挥很努力,回到勇士主场,克尔该考虑如何解决莫兰特这个点,当然出了球员的问题,裁判在吹发方面对于勇士也非常不利,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勇士赢,本来想保送灰熊2比0的,没想到勇士居然还赢下了一场,现在两场比赛的裁判报告再次曝光,联盟有三次供人的误判偏袒了灰熊, 而这只是最后两分钟的裁判报告,最后四分钟就能有三次判罚,公然偏袒灰熊队,这很难想象打完这轮系列赛,裁判到底有多偏袒灰熊队,NBA此次官宣,勇士对灰熊的系列赛的第二场裁判报告,最后时刻莫兰特突破时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运球翻腕情况, 而当时的时间是33.1秒,灰熊102比101领先一分,这个球,如果此时吹翻外,勇士得到球权,那么莫兰特不可能在接下来投进那个抛投,把分差扩大到三分,勇士可以通过任何一次进攻,不管是发球还是三分完成比赛的逆转,到时候谁胜谁负还未可知,这又是一次明显的误判, 而实际上上一场的裁判报告更是明确显示了,比赛出现了两次重大误判,全部都是对于荆州勇士队不利的,就在双方第一场,勇士虽然赢了,但是裁判还是在针对勇士最后时刻出现了两大误判,灰熊在比赛还剩1分46秒的时候,贾伦杰克逊在三秒区里的停留时间太长了,应该吹一个三秒为例,吹三秒为例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当时白送勇士一个罚球,而勇士此时是112比112和灰熊打平,但凡你这个时候吹了三秒为例球权转换,勇士队的机会就来了,双方占平的时候你这种球都不吹很不合理 另外比赛最后4.8秒,勇士本来领先灰熊一分,迪隆布鲁克斯抢篮板时把球碰出了劲,裁判竟吹了正球,这球明显示勇士的球权也能吹成正球,当时的裁判甚至都没有看回放 那么我们说从第一场的裁判报告,两次无判明显偏袒灰熊,再到现在第二场的裁判报告同样也是在明显偏袒灰熊 两场裁判报告三次帮灰熊,这只是最后4分钟的场面,那你要扩大到全场 天知道灰熊受到了裁判多大的照顾,这难道不是联盟的公开力保灰熊队的最大证据吗? 这为了强行捧年轻人,联盟真的是毫无底线了,而且每一次在比赛结束之后,都出去裁判报告告诉勇士 对不起我们确实是无判,能把坑掉勇士的分还回来吗? 如果说算上这三个球,满打满钻裁判的这三次无判坑了一份外带三次球权 这都是有可能左右比赛结果的判法,因为这两场的分差都在5分以内 这都是很多维参的,所以他们将来的保持宪保护 请看一下,请看一下,然后再看看 我们接种一下两次的维参的维参的维参cks 这样的维参的维参照